11月5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首日开展 全球展商汇聚上海,共享中国市场的投资发展机遇 据悉,本届进博会共设立了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等六大展区 展览总面积较上届扩大近3万平米,增加14% 疫情下的进博会,吸引力不减 近5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今年首次参展 数十家企业已连续签约未来三届 作为首次参展的新人企业 艾普生此次在其600平米的大型展厅 集中展出包括全球首创无水再生纸系统等六大类解决方案 艾普生方面表示,正是源于对前两届进博会的观察 此番特地携重磅展品及相关解决方案组团亮相 期待能在此次进博会上一展全角 艾普生此次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 那在过去的两年的进博会中 我们观察到进博会是对外开放的 绝佳的平台也是跨国企业在中国与消费者沟通的绝佳的平台 2003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日用品企业 美乐加此番是二度参展 从上届进博会依托东方美股展台的形式参展 到如今设立了108平米的独立展台 并将于第三季进博会现场全球首发两款 针对中国市场研发的新品 美乐加中国区总裁徐伟对记者表示 他们对中国市场十分重视 并将持续定位和扎根于此 我们发现即使很小 我们依附与他办的展台 也来了很多的专业观众来助手 所以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一些欢喜和意外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进博会有很强的 对品牌有很强的溢出的一个效应 所以今年的话呢 我们就有专门设立了108平米的一个展台 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最大的市场 我们刚刚在上海风险投资了1.5亿美金 所以这一切代表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而且会加大投资 依托进博会平台链接更多国内外合作伙伴和优质资源 不少企业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红利 作为不少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中国进口总代理 中肯上海已是连续第三年参展进博会 展台面积也逐年递增 今年更以创新多元的设计展示 积极踏入第三次进博会的加速度跑道 进博会是链接我们国内消费者和优质进口品牌的绝佳平台 同时进博会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益处效应 比如我们进口的新西兰A2品牌奶粉 在过去的两届进博会参展之后 在咱们中国市场的表现越来越强烈 因此今年我们的展台进行了扩展 装饰也更加的漂亮 期待能在中国市场能有更好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